主料,奶油150克,低粉300克,全蛋100克,细砂糖220克,银来150毫升,苹果150克,辅量,盐,香草精,柠檬汁,泡打粉6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苹果去喝切丁,放入锅中,加入70克糖,加入柠檬汁把人, 以中火煮至苹果丁成透明状,水分收干后吸火备用,不要煮焦了,我没难心,只是煮到苹果变软后就好了,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了,将软化好的奶油放入盆中搅拌成泥,将过身后的粉类加入拌匀,将全蛋打散后加入拌匀,入盐和剩下的细砂糖,拌至面糊黄滑五颗粒,加入香草精,再加入牛奶拌匀, 表面盖上绑线模后,静置约30分钟,将面糊勺入模具中少许,放上一些苹果丁,再放上面糊约8分碗,表面再放一些苹果丁,最后撒上椰丝,170度35分钟出炉,烹饪技巧,1,粉粉MS多了些,在操作的第6步,我索性直接用我的爪子去办的,当然,前提是朝朝要洗干净, 二糖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个10到20克,当然不加也可以,配上里面的苹果吃正好,三,还做了巧克力口味的,就是分一部分面糊出来,里面拌上巧克力酱就可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